接下來我們來複習這個重點是 三角函數的這個基本關係是 這個很重要 同學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底下的這個三個關係是 那我們參考旁邊這個圖 ceta是這個rate角 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三數關係 三數關係它是說呢 sin ceta除以cos ceta會等於tengeta 我們看一下底下簡單的說明 sin ceta是c分子a 把它帶進來 cos ceta是這個c分子b 我們把它帶進來 所以c跟c約掉得到b分子a b分子a其實就是tengeta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證明完畢 第二個我們來看看平方關係 它說sin ceta的平方加cos ceta的平方會等於1 所以sin cetac分子a的平方加cos cetac分子b的平方 同分分母是c平方分子是a平方加b平方 因為這裡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a平方加b平方就正好等於c平方 所以c平方跟c平方約掉就等於1 所以我們就證明完了 sin平方ceta加cos平方ceta會等於1 再次強調這個ceta是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呢 這是這個是第三個 羽角關係 那它的意思是說sin ceta會等於cos的90度-ceta 或者cosceta會等於sin的90度-ceta 可是這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這個sin30度呢 就會等於cos60度的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證明 那現在ceta就是角a 所以我們說sin a是c分子a sin呢這個三角函數它是斜邊分子這個角的對邊 好 所以就是c分子a 斜邊分子a的這個對邊 c分子a 角a的對邊 好 那cosb呢 cosb是斜邊分子這個b對到的0邊 斜邊分子b的0邊就是這個c分子a 所以我們就證明完了 好 那這個cosb呢 就是cos90度減掉角a 好 所以羽角關係式呢 我們也證明完了 好 以上呢是重點式的說明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數學數學 好 第一個三數關係 好 那我們也來檢測一下sin30度呢 所以cos30度會不會等於tang30度 好 那sin30度是2分之1 cos30度呢是2分之更號3 好 那這個2把它約掉等於更號3分之1 沒錯 確實呢 是這個tang30度 好 各位呢可以把這個30度的圖呢 畫在旁邊 好 1比上 好 更號3比2 好 sin30度 cos30度 然後呢 tang30度 好 那接著我們來檢驗一下這個平方關係 好 這個sin30度的平方 加cos30度的平方 所以這2分之1的平方 加上2分之更號3的平方 那加起來呢 確實是等於1 好 那羽角關係式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sin30度呢 就會等於cos60度 cos20度呢 就會等於這個sin70度 好 就是說這兩個部位 余角的時候會相等 20 20度加上這個70度 等於90度 那 30度加上60度呢 等於90度 好 以上的是數學數學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看老師講解6 他叫我們求下列各式的值 好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個是sin平方15度 這個是cos平方15度 好 當這兩個角一樣的時候 sin平方θ加cos平方θ呢 好 我們前面講過了 平方關係呢 他會等於1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 這個第二小題 好 那第二小題我們可以知道呢 因為這個sin 好 55度 就會等於這個cos35度 好 那這個是余角關係式 sin55度 會等於這個sin90度 減掉這個35度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成了 是cos35度 好 那整個式子就會變成 sin平方35度加cos平方35度 那這個θ是一樣的 所以利用平方關係呢 他也等於1 好 那第三題呢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好 cos25度呢 就是等於這個sin65度 所以一樣 θ一樣的時候呢 加起來也等於1 好 以上呢 是老師講解6的講解 接著我們來看看 老師講解7 他要我們求下列各式的值 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第一小題 好 他說呢 這個sin55度減掉呢 tang55度乘上這個sin35度 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sin35度呢 有前面的余角關係式 我們知道 他就是等於這個呢 cos55度 好 那這個tang55度 我們用這個上速關係的 他就是sin55度 除以cos55度 所以這個把它約掉 那就會變成sin55度 減掉sin55度 那當然他就等於0 好 這是第一小題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好 那第二小題呢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上速關係 把它畫成sin平方40度 那除以cos平方40度 好 那現在呢 這兩個分是分母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合併 就變成分母呢 是cos平方40度 分子呢 是1減掉sin平方40度 好 那我們利用這個平方關係 好 就是說 我們知道sin平方這個40度 加上呢 這個cos 平方40度要等於1 好 所以這個40就等於cos平方40度 那這兩個又一樣 約掉呢 就等於1 好 以上呢 是第七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老師講解第八題 好 他說呢 要我們求在這個座標平面上 圓點O 那當然圓點的座標位置是00 那到這個點呢 好 到這個點 點P點的位置是sin20度 然後到點sin70度的距離為合 好 那這裡的話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這兩個合起來呢 是這一個 90度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呢 sin70度把它畫成這個cos20度 好 那按照這個距離公式OP 好 那OP呢 就是這個sine 20度 減0 瓜5平方 然後呢 這個sine70度 減0 瓜5平方 好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好 那因為剛剛我們已經講到說 sin70度就是cos20度 好 那由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是sin平方C塔 加cos平方C塔 當C塔一樣的時候 然後 那利用平方關係它會等於1 那更好1呢 就等於1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9題 好 他說呢 如果這個tang1c塔等於4分之3 要我們求右邊啊 這個四值的值 好 那我們觀察一下 這個這裡就是sinC塔跟cosC塔 那我們知道這個上數關係告訴我們 tang1c塔呢 是等於這個sinC塔 除以這個cosC塔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四值上下把它同除cosC塔 所以這裡會變tang1 這裡會變tang1 那這邊就約掉了 所以我們就會啊 得到這個四值 好 所以我們就把tang1c塔等於4分之3帶進來 好 整理一下 我們得到1分之-3 所以就等於-3 好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這一個tang1c塔等於4分之3 這是一個比值 它有可能是約分過後的 所以同學不要犯一個錯誤 sinC塔就等於3把他帶進來 cosC塔就等於4把他帶進來 好 那 這個是因為是一個比值 所以它不會等號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帶進去答案呢 會相等 好 只是抽巧而已 那在大考的時候 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好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方法才行 OK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以上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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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